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人家另有重任 王晨哥导演现在很火呀 全部各地哪都请他去设计演出 但是人家现在 那天徐老师在开幕式上 看见一帮著名的中国企业家 原来呢 他是领队 他是带着中国上流社会 要给英国上流社会 搞这个party 所以是有这么一个任务 正好给咱们这个请来 当然呢 这个跟超哥导演聊这个开幕式之前呢 所以我发现奥运会期间呢 这个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刚刚在半个小时之前吧 我们刚看到的首先得祝贺 中国这个男子跳水 双飞 不叫双飞 男子跳水 金台这就是小叫 高台双人 曹元 张燕权 对啊 首先就向他们表示祝贺 在我们的鼓励下 那两队英国选手一簧 中国队就上去了 开始英国的排在最前面 对 而且呢 这个小将啊 中国小将给人感觉啊 好像都不大会说话 其实呢 现在也不近 其实都会说话 就是上去之前领导是说 别瞎说话 这么一下儿 他 现在咱现在直播 你现在告诉我 你不要说错话 我现在立刻就闭嘴 我再不说了 你看还就是他说实话 他们报道得很明显啊 说孙杨啊 叶斯文啊 记者招待会开得特别短 说他们沉默管言 所以今天我们枪枪三人行 要不说我们这个有独家的材料呢 向大家证明一下 这个孙杨啊 这个孩子啊 要不说现在中国之星 已经新的已经诞生了吗 还真行 这么高个儿啊 这个口才啊 了得 因为我跟徐老师 竟然在几个月前 有机会会过他一会 有 当时 我们做过一次三人行 对 那他把你们弄败了 你们俩 把我们俩聊的 不知道该接什么 真的很聪明 表现出他这个口才机智啊 很机智 所以呢 我们特意找出一小段 给大家看看 免得英国佬 说咱们这个孙杨 在新闻发布会上 这个说中国运动员 不会说话 见过会聊天的 大家看看孙杨 怎么跟我们聊的 咱们有请孙杨 我觉得吧 孙杨上来之后 肯定那个气场 就会发生变化 我们把场子 交给三个男人 孙杨 你是不是 师奶杀手啊 刚才听你这么说 应该是 你是师奶杀手 加少女杀手吧 不不不不 我怎么把你的名字都抢了 中国现在奥运 金牌是第一 但是在田径 跟游泳 这两个最大块的 最大象上 中国多年来一直落后 尤其是男的 对于游泳 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 非常需要一块金牌 来证明中国游泳的强大 只要我一进入感觉 我就 没有失败过 我对自己也是非常有信心 什么外国人 中国人是最刑的 哎呦真想组长 真是 言忧在耳 结果就 那今天他要这么说多棒啊 就是 而且他那天我们的谈话当中 他还处理了两个问题 应对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我们讲 他游泳到底是为个人 还是为国家 还有一个就是 他有没有谈恋爱 他都应付着非常好 对不对 没错没错 真是 我觉得就是像咱们现在的运动员 其实如果他们要再多说 再敢说一些 是使他们的形象更丰满 更好看的 也给咱们国家更多的 天光彩的事 可是你如果要制止他说话 说你别多说啊 说坏了 万一说错了 怎么着 上来只能说感谢祖国 感谢人民 感谢我的团队 感谢我教练 的话反而是减分的 哎 这两天你在伦敦 你有没有关注中国拿金牌 这这这这趋势 关注啊 每天都在那个网上来看 大家怎么怎么 尤其这个奥运会开幕式啊 有事咱们家好 还是他们家好 比来比去 然后一拿到一块金牌 手金拿到以后 就觉得民族的气势啊 又被振兴了一次 就是都是这样的一种 但是反而我们在伦敦 感受到这个伦敦的老百姓 英国老百姓的气氛 和别的别的队的时候 没那么激烈 赢了很好 不赢我也很开心 我参加到了 嗯 他们没有觉得那么要命 没错 所以有反差 那就是我看这个中国网友就说 说这美国那是什么项目的运动员 说咱们拿了金牌 他们就是个第三名 怎么显着这第三名的比第一名的还高兴呢 说这有什么高兴呢 哎他确实 中国运动员有时候含蓄不表达 比方说很多人叶斯文现在是不得了啊 大家关心的不得了 十六岁的 十六岁的 他打破世界纪录 因为最浅的理由是 那个沙皮泳衣取消以后 他是女子的项目 第一个世界纪录 而且说 说在第四段 他的速度超过了男的 对 他比当天的难 所以他们英国人就觉得 就突破性别界限了 可是呢 记者招待会 他不回答 他只是说很兴奋很高兴 英国人也很坏 有些记者 别有用心啊 他们就说 你是只会游泳机器人吗 他说 其实他不知道 另外一个场合 他对着中国人 你知道他怎么说的 他说我去游啊 游到挖泳阶段 一看旁边没什么人了 我以为自己被远远甩开了 强壁了才发现 我拿了冠军还破了纪录了 他说现在我敢笑了 多好啊 这说的多好啊 多多多 我是碰到一个英国人跟我说 反正我很生气 他就说你们中国人是这样的 他说哎呀 说我呀 怎么自由啊 怎么个性 怎么漂亮 夸展我半天 说你跟其他中国人不一样 我说我怎么不一样 我就是中国 土中部长中国人 是啊 他说你们就像一个机器上产生的一个人一样 一个母子 一个母子的 然后尤其你们的运动员 他们被喂饭 不允许跟家人在一起 不允许有任何的业余的生活 只知道训练 然后吃饭 训练吃饭 训练吃饭 直至这个生命消亡 就是你没有用了 掉进去变成肉馅 然后我觉得他在说那个迷墙之中的一个前段 迷墙没错 这个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那个MTV 对他认为我们都是一样的迷墙变成肉馅 然后我听了以后就特别生气 我说我们中国运动员不是这样的 他们很开朗 很幽默 很幸福 他们也谈恋爱 他们也偷偷光 给教练捣乱 他们说不可能 所以今天如果你说他是这样一个说话 要告诉就把他的这个表达呀 就在外国人面前 如果表达 可能对我们民族形象不是损毁 反而是加分的 他说的 我觉得其实英国人呢 现在对我们还有这个印象 你像这次表现在BBC这个解说上 他们有人翻译过来 说BBC解说 他觉得你像一个动物园里来的 这么一种 就还有猎奇色彩 说看中国女子体操 当然要看体操啊 他那个解说员就讲 为什么比我们的都强 说因为呀 他们这个小女娃娃呀 几岁的时候就送到一个封闭的地方 十年都不准出门呢 这么练练练 最后才练出一身超能 这个当然比我们强多了 你看他这种解说本身呢 他觉得你是个神秘的 那么一定要用事实 慢慢一点一点打破这些偏见 他们对叶诗文这个也有偏见啊 他们的报道啊 其实在我看来挺恶劣的 他前面说 不可相信的突破了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下面说 很多年前他们有什么运动员 有过新闻机的问题 你看他又没直接指责你 有一个暗示 不过当然今天叶诗文 直接出来说了 对 反正今天女的挺行 挺争气 我跟徐老师还今天上午在伦敦了 看了这个中国女排 中国女排又行了 中国女排又行了 但是有一些细节啊 我给你看看挺好玩的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你看我们俩现在就得悬要这个了 再看下个儿 你看这最后这个王一梅啊 打不动了 所以幸亏赢了 要是那一局没赢啊 我们估计就输了 因为他作为主攻手啊 他已经站不起来了 就太累了 所以他哭嘛 你看再看下一个 但是你可以想见吧 英国做的宣传 跟那个拳击冠军一样 贴这个王一梅的大海报 弄得跟一个女英雄 她的场馆里那些著名运动员 才有这样的待遇 对对对 所以弄得有点上比武之前的 这个这个海报照真 你看这个 这是我跟徐老师发现的一美女啊 中国女排 我们以后要叮向一个四号 你们能不能只看穷不看脸 你看我就不看脸 我连我觉得四号 整理自己的头发 我都觉得好看 有范儿 是吧 你再看下边 咱们不看 看我吧 对对对 而且我们今天说 我要跟你说的是 让他出这个下一组的照片 就说他这个 为什么我说 他是个娱乐事业 我现在这个看了演出 英国人把这个体育 其实是看成一个娱乐 因为你看他场馆里边 我们的导演可以出一出 你就可以知道 你看这是今天的土耳其的球迷 今天有点分不清都是红旗 然后再看下边 这是一中国球迷 这个挥舞五星红旗 但是被阻拦 人家说你在座位上可以 不能这么挥 也是挺勇敢 再看下边 你看这是一个什么呢 他一到中场休息的时候 他这就可以跟观众玩 你注意到他这个大屏幕上了 底下是个电子 是个什么的 动画的那个鼓 然后拍到哪个观众 这观众一看拍到自己了 你就得赶快做出一个 打鼓的姿势 所以在这玩这个 你看这个也拍到一个 一个中国 一个情谊 对 咱们广告之后 跟这个超哥导演 好好聊聊这个现象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环球试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地一号 凤凤凤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咱们有的时候比赛有一种叫什么呢 小国的复仇心态 小国的复仇心态 咱们有军事行李 我们叫军团嘛 他是用任何一个东西是用为打败敌人的 比如说我是一个体育运动员 我拿了一个金牌 他就认为我战胜了你 就像一个子弹 我打死了你 看我已经得胜利了 敌人的头颅在我的手里 一个歌唱家出去唱了一场演出 这么底下作无虚席 报道都怎么怎么的 咱们中国人民终于战胜 又赢了 征服了什么什么大厅 又什么什么大厅 又赢了 一个企业家就是在这开了一个牌 就是开了一个专卖店 我们中国的品牌踏上了什么什么 怎么都那么去战争呢 其实人家这就是一party 那就是因为一百多年前他们欺负我们 我们就压着这口气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民族的这个情绪 但是你不要说王老爷 现在聊这个开幕式也有这么聊 比的实际看伦敦开幕式 比的是你们这个北京开幕式 多少人想听你说说 你没看我现在身上都是成了筛子眼了 就是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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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各样的枪 我其实在那个看那个开幕式之前看到他把那个一个英伦庄园摆在这的时候 我心里当就一惊我完全没有民族没什么都没有啊 职业导演的一个目光我想 几个分拿到了他们 这帮人 我和他说那涌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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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yak 00 marvelous提琊 人来说 我可是不希望别人赢过我 就是你千万比我好 比我好 我就挺生气的 最好我是一只独秀 永远没人超过我才好呢 但同时我会非常的关注看 对方是怎么做的 他用什么样的方法 处理我们四年的艰难 用什么样的方法处理 你觉得他是怎么处理的 我认为一定是必重就轻 四两拨千斤 他一定打巧 这是我看 而且他们一直在宣传说 我没法跟北京比 他们多有钱 他们政府多支持 我们怎么能跟他们比 我们根本不想比 投资的比例差多少 就是两边的 现在这个数字是混乱的 有人说2700万磅 有的说是8100万磅 两个都是在很专业的媒体上出现的 如果是8000多万磅的话 跟北京的差多少 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 这个数字 北京的数字 我也不能想 也可能是三分之一 但是我认为 从我的看法来说 不可能是2700万磅 就是这个这个大的那个场面 而且一万多个演员 咱们不用说他们是否有有有有有劳志愿者 我知道 但是就是你每个人 咱们就说发盒饭 咱就简单的说 你说是多少 对这个批费是不得了的 而且整个那个大的处理 包括灯光啊 影像很多处理 应该是匹匹不小 所以我说 咱们现在这种比啊 比来比去 我之所以敢说他们好 是因为我已经心里有一碗老酒垫底 这样老酒又是自己曾经赢过 是是是 就就北京奥运呢 说实在的 他不可超运 也不能这么样的比 对 可是呢 我觉得都可以比较的啊 倒是背后的这个心态和这个状态 咱们透着一种剑拔弩张吧 对 咱们透着一种 就是你说的 我中国呀 大仪式 灰弘不能有任何闪失 不能有任何疏漏 不能有任何错误 要让所有的人看见我们的好 不好是绝对不能让人看见的 我们的心态是这样 不是我们开幕式是这样 你看北京城都是这样 你看全中国奥运的心 都是传火剧都是这样 那这个心态对不对呢 割英国可能不对 割咱中国万分之对 因为像您说的 我们一百年的这个 持辱的这个阶段 他们大英博物馆 那么多东西从咱这抢了 咱没抢他们 咱怎么来抢咱 因为咱弱 弱到一定程度 到今天我终于有一个机会 在你的面前显现一下的时候 是不是把我最好的衣服穿出来 是不是把我最好的首饰带出来 是不是把我家里最最贵的东西 拿出来给客人看呢 一定是这个心态 所以我认为 跟英国这个办了三届奥运会的这个国家 我们没办法比 肯定是在一种 大国 但是是一个小心镜的 这情况下办的这个开幕式 你看看咱们可以看几张照片 大家来回顾一下 是吧 就说 你看他这怎么玩的呢 就是这演员 你们学老师 就是他冒充了英国女王 跳伞 从上边跳 这就是一男的 结果走光 结果还走光了 然后你再看下边一张 我觉得这一幕挺震撼 就是我就说这个炉火照天地 红星乱死烟 这一幕跟北京的那个书卷打开一幕有得比 就这两个是最 你再看下边的这个 这是他台上观众一起玩party的那个那个等 类似LED那个屏 我的一感觉啊 因为我在现场啊 我觉得就像个摇滚音乐节 没错没错 因为我没有机会在北京 那就没那个幸运在北京看啊 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阵势 可是我在这我感觉啊挺舒畅 而且感觉有时候甚至有片刻感觉到了一什么酒吧 或者一个 挺幸福的 但是但是但是好家伙就要玩 你知道吗 他是有 而且 但北京不能这么弄 我后来反处想过了 北京要是也像他这样写实的 讲近代的 触及社会问题的 那这样变东方红了 那全世界北京一定要讲我们的古代 我觉得它差别在三点 我们是讲古 它是讲经 我们是虚 它们是实 我们是神 它们是人 我觉得基本上 基本上是 我们是一个 我写在微博嘛 我说我们是一个古典崇高的宏大叙述 它是一个现代平民的日常生活 而且呢 基本上是在咱们回顾的那个历史啊 这个这个终结之处 他们的现代历史开始 咱基本上讲的一八几几年 正好 他们接上工业革命 对吧 我们到明清的三水化停了 他从三水开始讲工业革命 我再自恋一点吧 没有咱们北京的奥运会 他们办不成这样 因为他们比着我们打的 就你宏大吧 干脆我说人文得了 你的都是气势吧 干脆我说一个自由得了 所以靶子在那一放 那么咱们互相接齐 接着你们说你们怎么搞 他们就自得 没有我再也没有今天这奥运 所以啊 但是你看那个味道上 有的网友就说的也挺逗啊 说这个 这我就说状态嘛 说北京的这个开幕式 就是说潜台词啊 就是说我牛吧 牛吧 多牛啊 说英国的这个开幕式呢 潜台词是什么 呵呵 有点味道 其实我跟你说 我最近我在研究英英 英格兰人怎么聊天 他们说英国人的文化里边啊 有一种叫轻描淡写的文化 就所以他们就是有点瞧不上那个 就说太那个郑重其事的 那个煞有介事的 他们觉得那个东西好像就不太高 他们倾向于就是说 说一特严重的 特了不得的事呢 但是我用很轻描淡写的语气说出来 这当然也是他的虚伪 但是他有这么一种范儿 轻描淡写的这个轻描 我现在觉得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我呢 拿筷子吃饭 很熟练 加花生豆 他们拿叉子 刀叉和筷子互相之间 谁比谁 谁好谁坏 没有 那么很对不起 当我出国之前 一帮人在训练 我说你可知道吧 餐巾要怎么弄啊 刀叉怎么拿 你可不要拿错了 因为这西餐的礼仪啊 你可别叭嘴啊 要不然的话 但是怎么怎么着 但有没有告诉那个外国人说 到中国筷子要拿好啊 你拿不好 没有 拿不好 他可爱啊 他两个对对对对对不起 对齐里后再再铲一斗啊 掉一斗 你还觉得他可爱 非常可爱 是 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遵从西餐的规矩 为什么他就不遵从中餐的规矩呢 跟今天咱们谈的 我说是生活小事 跟咱们今天谈的大事一样 他们富有或者他们是世界有大发言权的人 于是乎我们就要遵从他们的规矩 他们定的规矩包括体育规矩是他们定的 对这玩意也某种程度上 包括体育场包括奥林匹克这个game 这个所有的规则都是他们定的 所以对中国人来说 就是我们要进入他们的规矩 又要表现我们自己的形象 这玩意啊就是包括开幕式都是他们发明的 你这个所以说中国人要牛啊 就是谁说的一句话 就是我要牛 我得牛到一个什么呢 用你的规则打败了你 但是呢 这种认为打败了人家的这种心态 还是一个小国的心态 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一些时刻不会过期 有一些画面值得保存 严选刹那光辉 即使永恒的奥运夺今瞬间 带你重温当年呼吸停止 心跳加速的经典一刻 奥运夺尖时刻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叫藏城阳 经典江湘 喜酒 叫藏 1988 沉默是今 不是我的范儿 话语影响世界 从早收到晚 由谈到今 波云见日 可以直中红心 畅享环球彩风 说不尽世界白台众生万象 清清百老汇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你是这么比较 你真不觉得就说我们的会不会有点板有点姜 他们的那个就透着一个轻松活万劲 两个劲都有 咱那板板也是个漂亮 是不是穿西服漂亮吗 是不是穿一些大土布衣也挺好 但你不能说两个真的是谁对谁不对 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东西往这一块比 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就跟香油和香水谁更香一样 比是错误 但放在一起开始非常有意义 多不有意思 这就是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世界观 不同价值观的人 在不同的地点做不同的事情 世界才有趣嘛 而且所以我说这次伦敦办件事不错 他跟咱们对了个话 这次伦敦我好了 看似乎起ера 感谢观看